原标题 当年爆红的小小兵因大个头被嫌弃 而宋明国去鹰长高被吐槽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 当年那个在下一站幸福 李世衍良小乐的小小兵 当时由小小兵和安乙轩搭档 而这对母子可是赚足了观众的眼睛 也圈了不少的粉丝 甚至有不少观众表示 是小小兵的精彩出演带火 下一站幸福这部剧 之后他又搭档周余明 在电影新天生一队中出演父子 通过在剧中两人的暖心亲子互动 和小小兵感人且自然的哭戏 让这部电影在当时获得不俗的关注度 也让小小兵成为当时最受热 易的可爱小童星 然而如今的小小兵也长大了 但是在他身上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可爱的他了 小时候就胖嘟嘟的他 长大之后便是呈现大哥头模样 连五官也感觉没有以前的好看了 因此被不少网友嫌弃 常残了 以后适合走喜剧路线 辣眼睛等 也有网友表示 小小兵长成了家友人女中的小羽 两人神一般相似的经历 而同样因可爱走红的韩国小童星宋明国 通过在韩国综艺节目超人回来了 中搞笑可爱的表现而被观众所喜爱 并收拦了不少粉丝 宋明国通过在节目中所表现出的可爱 委屈 幽默 以及吃货等丰富表情 让他一度成为全网风传的表情包 人气再度飞涨 也成为了大家的快乐源泉 就算是不认识的小伙伴 看到他们的图片 都少不了对他们的称赞 然而 随着宋明国长大 他的可爱系数迅速下降 在宋爸爸更新的动态照片和媒体拍到的私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明国虽然长高了不少 但是却没有了以前的可爱 因而被不少网友吐槽 长高了的宋明国 不但没有长成欧巴宋仲基 反而长成了小月云鹏 并且还一度上了热搜吧 甚至也有网友表示 宋明国最像的不是月云鹏 更是三德子 岩以瞎等 其实小徒觉得 小小兵和宋明国还是孩子一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